這個是最長的位置 一定要先做保留 我們就這樣輸 輸過來到這邊長短我們直接做一個 連接 是不是這個地方就很快速剪出一個羽毛剪的效果 哈囉大家好 我是魏梨圓 這是一個美法的教學頻道 今天我們要回答最多網友的提問 就是如何在長髮剪出一個圓形的外圍輪廓 也就是外線 至於怎麼做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說到這個圓形的外圍輪廓 我們要先知道 什麼是層次 什麼是外線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先將頭髮分成二分區 今天的二分區我們會透過髮炫的位置 去擴散出一個圓形的分區 這個圓形越大 層次就會越豐富 這個圓形越小 外線就會越厚重 我們既然要剪圓形 我們通常在前面都會放上羽毛剪 也就是邊緣層次 我們會先在這邊先開出一個 我們所想要的 邊緣層次的長度 設定完之後再透過耳上點 去設定出我們下擺的長度 兩個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會 用無張力的方法進行做連接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把點跟點之間進行做連結 剪完了之後 我們先確定好我們兩邊的長度是一致的 我們就可以拿到後面來 慢慢的從我們的後方 往前移動 去剪出我們的外線區 這個外線區因為它是往前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前短 後長的一個圓形的效果 而且這樣剪 柔和度真的比較高 比起你直接剪一個圓形來說 因為會有 對稱的問題 會有 太硬的問題 都有 所以我就覺得可以往前移動 剪完之後它就很明顯 它就是一個 很柔和的圓弧的架構 那剪完了外線區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剪我們的層次區了 那層次區我們就會用我們的 頂部區的定點 放射的手法 然後剪出層次然後跟我們的下擺進行做連接 那大家要注意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我們的外線區 不要把它剪掉 因為如果你剪掉 你破壞掉你的外線 你很有可能就會兩邊不對稱 而且你會辛辛苦苦的把你的外線 你好不容易剪完是對稱的 一剪 你把這個外線剪掉了 它就會缺一個洞 或者是兩邊就不對稱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剪裁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進行做示範 但是在示範之前呢 我們要來開箱我們今天所用的這把剪刀 那就是 來自Grimmouse的 CDS 那這把CDS呢 我今天要特別講一下就是 這是一把用重機概念說打造出來的一把剪刀 那這把剪刀其實我之前有開箱過另外一個版本 它是 藍色跟銀色的版本 今天我們 拿到這一支是我 真的很喜歡的 因為它是純銀色的版本 那這把剪刀呢為什麼我會 特別去商界來開箱這把剪刀 是因為 這把剪刀我覺得它的各方面包含 手感 在這個地方 手感 那你放上去的時候你會很輕鬆 你看喔它是一個有一點點微鞋的 也就是它不是正A字的剪刀 那正有一點點微鞋它是可以 放在這上面 非常合手的 那這個合手呢可以幫助你在剪 不管是推剪 或者是平行剪裁的時候 這個手字它不會變形的太多 但如果今天是A字的 那你的這個 手的 轉彎的程度相對來說就比較大 然後再來就是 各位應該有看到就是它這個 剪刀它是相對來說比較厚的 當比較厚的剪刀你就會發現到 我們在剪的過程當中 它會比較 容易 切割而且不會有翻刀的疑慮 再加上各位看一下這個頭段 它超大的圓弧 那這個圓弧可以幫助你 在剪 細微 包裹的時候 它不會去刮傷你的皮膚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再來就是 各位 上次我們在開箱CDS的時候 我有特別特別的強調 就是它的軸層設計 這個軸層設計 讓你在剪的過程當中 它會有一個阻尼的柔和度 也就是說你剪下去的時候 它會有 一點點帶煞車的效果 所以它的 核刀不會聽到那種 很大聲的 金屬聲 是一個好像 有彈性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很喜歡 很喜歡它的這個 尖形的設計 也就是說它的中間這個地方 微微的胖了一點點 那不管你今天是要做 划剪 划剪連接法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的合適 對 包含到它的這個手把的這個地方 也都有3D的設計 那唯一的缺點就像我上次開箱CDS的時候有講過 稍重了一點點 OK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用這一把 CDS來做示範囉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的接下來就進入到我們今天的操作環節 各位應該有看到我已經先分了一個 圓形的一個分區 那我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剪一個 圓形的外圍輪廓 這個是非常多人在問有關於廠法如何剪 圓形的外圍輪廓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 圓形的分區 我們將這一塊區域變成是層次的區塊 下面的是外線區 那為什麼要圓形 因為當圓形的時候 它最容易找到 自然垂落的位置 那我們等一下呢 會在前面先放上一個 邊緣層次 然後我們再透過 後面這個地方 去剪出一個圓形的架構 那我們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 開始囉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剪我們的這個 前面的這個分區 那我們呢 先從中間偷偷的拿大約一個指幅左右的寬度 先定我們前面的引導 那我們可以可能 定在鼻子 或者是嘴巴的中間 那我們先稍微剪一下 那我們就把這個 分成兩邊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點一下邊緣層次 最 最短的一個位置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定 我們最長的位置 首先呢 我們就依照 耳上點為基準 分成前後 那在這邊呢 我們就稍微定一下 我們最長的位置 可能可以定到這邊 大概在 胸 肩膀下方 大約 四個指幅左右 OK 我們先定好了 從這一側 這個是最短的 然後這個是最長的 我們就可以把頭髮梳 這個是最長的位置 一定要先做保留 我們就這樣梳 梳過來到這邊 長短我們直接做一個 連接 OK 是不是這個地方就很快速剪出一個羽毛剪的效果 那我們這一側也是一樣 OK就在這個地方 把它稍微接一下 當然你可以用 點剪的方法跟另外一側一樣 就這樣點 好 好 那現在呢我們已經將前面的邊緣層次剪完了 是不是非常簡單 我們只需要 就往前梳 然後兩個點去連接 而且甚至不需要用到張力 那只是說我們在這個 前面的這個瀏海區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 自然垂落 稍微做一下 點剪上面的連接 OK就像這樣子 因為我們剛剛是垂直的分區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斷層 所以我們只需要 自然垂落梳下來 稍微像這樣 稍微點剪 點接一下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剪出一個 對稱度跟 柔和度非常非常高的邊緣層次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拿這兩個為 基準的引導 就是我們這耳朵上方的這個地方 我們來剪後面這個位置 我們既然是圓的 我們就自然垂落 從這邊 髮片 離開自然垂落 就像這樣子 為各位示範一下 垂落 稍稍的往前移動 然後我們就從這一個 這邊為引導 我們就直接 剪出一個 平的線 因為你是往前帶 所以當你在剪平的線的時候 放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 圓弧的概念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OK 離開 就等於我們將髮片都向前帶 它放到後面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 圓弧的狀況 對吧 它就是一個 圓弧的狀況 OK 好 好的 接下來我們就把上面這一區放下來 自然擴散 自然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們就分定點放射 就從中心 開始放射狀 分出去 我們從中心點開始來 我們上面的層次就是圍繞 以外線 我們剛才的外線剪完 那邊就不要再放層次 我們就依照外線 的長度為基準 輸出來之後 給予它基本的層次 我們就用點減的方法 當這邊的層次是 前短後長的時候 它放下來的時候 層次就會在這兩側 那我們透過定點放射的方法 那因為頭髮是越來越長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 提前一個分區 但因為這邊有一個基準 就是我們外線的基準 就不要動到 向前靠 輸 我們透過定點放射的方法 一樣 提前一個分區 大家要記得 我們的外輪廓都不要動到 所以層次就會在這個下擺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後面呢 一樣也是透過定點放射的方法 然後一樣保留我們的外輪廓 所以我們是提高角度 記得要提高角度 你才不會把你的外線給剪掉 因為當我們的頭髮都是向前的髮片的時候 頭髮就是前短後長 跟它的外線就會完全符合 好那我們已經把層次區跟外線區都剪完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稍加做一下整理 那我們等一下會稍微在這個 前面這個地方稍微 給它一點線條 讓它稍微柔和一點點 但各位應該很明顯會看到就是 當這個頭髮往前撥動的時候 下擺依然還是保留出一定的 厚度 但 當這個頭髮是 往後撥的時候 它又是一個非常柔和的圓形外線 那這個方法非常好用 也提供給大家 那我們吹整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囉 好接下來我們吹乾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修飾了 那我們特別講一下就是我今天所用的這個 CDS 單佛重機系列的剪刀 大家有發現到 它的 整個的握把 都非常的扎實 所以你在各種不同角度 不管是我現在的點檢 或是我 今天 剛剛在剪層次的過程 以及外線的過程 他都可以有非常好的握持的手感 OK這個都是 這把剪刀 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稍微修飾一下我們的前側的邊緣層次 然後很多同學對於這個調量很多問題 我們可以給各位一個建議就是 你當時是怎麼剪 這些層次的你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怎麼做調量 稍微平行點檢 那因為這個剪刀的扎實度非常好 所以你在點檢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翻刀的疑慮 就是你這樣剪下去 就真的就是非常柔和的裁切 你的髮片 這跟一般的剪刀 比較薄的剪刀剪出來的感覺不一樣 因為它非常非常厚 所以 厚剪刀有一個好處就是 在剪長髮的時候 你的翻刀機率是非常低的 好的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啦 那各位應該會看到就是 當有一些層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像這樣的一個 造型 它就是會有一些層次的效果 當然前面的羽毛捷也可以有 表現出來的效果 但是我們這個是掛耳的一個形式 那瀏海的話就是 自己 可以拿捏就是像我們一開始在開這個 邊緣層次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放長一點點 或是再短一點 這個你都可以自己拿捏 最大的關鍵是我們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圓虎的外圍輪廓 是非常非常多同學會問的 怎麼樣保留下擺的厚度 又可以有這個圓形的效果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集給大家的方案 那我們等一下就換個地方做收尾囉 OK 我相信大家剛剛看完了示範 就很清楚知道如何 剪出一個圓形的外圍輪廓 那我們剛剛都是使用這一把 單佛重機系列的CDS 那這把剪刀呢 它的單價來說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的 但你可以用我們今天的折扣 也就是SANSCARLE 它都有9折的優惠 這個9折就會落差非常大 3萬多塊9折就差了 3000塊以上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考慮用我們的折扣碼下去買這一把剪刀 OK 那有任何問題包含 剪刀的問題 還有城市架構外線的任何問題 或是你希望我們下一集 做什麼主題 你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好不好 那這裡是 科學剪法實際室 我是魏梓淵 我們就 下期見喔 拜拜 好